不敢大意 从最初个里进行大清销之后 淡水新兴里长认为 有许多的公共空间 都应该加强消毒的力度 依此过去在三级警戒之后 每天早上都率领志工 进行消毒的行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国内持续升温 面对社区感染 新北市政府不敢大意 从最初的淡水区公所 在淡水个里进行大清销之后 新兴里长认为许多公共空间 或者是每天都会有人朝经过的地方 都应该加强消毒力道 因此在过去三级警戒之后 每天早上都会率领志工 进行消毒行动 那我里长就在想 防疫消毒不只做一次 那消毒也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 所以我们也在想说 也不能永远是靠政府 所以我就召集我们的志工 那每天早上六点 从我们里内的公车亭 然后公车站牌 还有我们的利贷公园 以及我们人潮容易积极的一些 便利商店还有超商前面 那我们做一个前面性的消毒 那就是让我们的住户 能够住得安心 然后能够比较放心比较安全 里长表示 防疫消毒不应该只做一次 也不是消毒一次之后 就一劳永逸 就像自主防災社区一样 必须有民间的力量 自主性的发起自救功效 因此每天早上带着志工 并且准备价格较高的迪森药剂消毒药水 针对新兴里内所有的公车后车亭 超市超商门口等人潮 较容易经过的地方进行消毒作业 那我们召集我们的志工 那我们志工那分成两批 那每天大概都有五到六个来为我们服务 那我们自己里内也准备了我们的消毒用品 器具 那我们用比较贵的一些消毒药水 叫做敌生清洁剂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也是希望说 大家在防疫的这一部分 能够做到确实彻底 那能够让我们的住户能够更安心更放心 每天一早新兴里的志工就像画面中这样 不仅是用消毒工具将消毒水来进行喷洒之外 有些志工更用抹布来擦拭所有经常碰触的扶手 栏杆还有座椅等等 可说是相当仔细 而里长表示号召消毒志工队 每天都有五到六人来为里内服务 希望透过加强版的消毒 消灭新兴里各角落的所有病毒 也让里面有更安心的生活环境 记者许端英在学三方报道